确实需要跳出之前那个近代的尺度 掉到一个更大的尺度里面去 我觉得我之前太被那个近代的尺度所 没有 因为你们没办法 这是你生命的基因 你是被这些基因支配 你如果能够跳脱的话 那你简直做器官移植 或血液改良等等的 回去先把自己解剖了 反正我 程老师 反正我感觉到我这两年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说不清楚呢 但我觉得它好像在一个新的pattern在出现 我不知道是什么 在Evolution 反正碰到你好像更确认那些东西的在变化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现在几岁了 44 你知道到50是一个大门槛 包括你里面的大脑 你里面的一些灰子层 就是原本是火火山 然后慢慢地静下来 变成熄火山 那这个东西会带动你里面的很多的 原本的深层思考了 生理的体质的 这非常好啊 像我是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我其实已经准备要接受那个 更黑的那一部分的来临这样 这次就叫那个西火山前夜的谈话 所以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一下说你感受到的那个变化 我不想想听了这样 可能我有一点多嘴打断了你看那个 对我的线性的价值观的很严重的终止 我觉得我之前还是很大程度被一种乐观的线性的方式所驱动 特别在讲的更进一步 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有线性 意识到很多无奈的存在 想在无奈之中寻求新的可能性或者力量 我大概是这样的 我可以问一种比较荒谬的 有点跳蹄的人 你会不会常做梦 对 你是不容易做梦的人 对 不容易做梦 对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不容易做梦 很简单啊 因为基本上你不需要梦来保护你 梦是让你不要疯狂 可是你不需要梦 你不需要保护者 但是并不表示说 你是一个很强的人 你不会疯狂 或者说你 对 我觉得我本质上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 不是非常理性 是非常虚伪 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人 也有可能 我很刻薄 对不起 你包容一下 你再多说两句 我有点来懂 是什么 没有 我觉得 因为你害怕疯狂 然后你又很希望自己疯狂 对 我有很多假装的疯狂 没有 你是扮演疯狂 不是假装 是扮演 假装跟扮演不一样 但这个也会改变吗 需要改变吗 我不知道 其实你最清楚 你根本拒绝改变 因为你每天在流动 你还需要改变干嘛 哇 你是很多个头的人 或一个头两个面 或者三个头四个头不止 那您的是什么呢 您是几个头啊 也很多个头 我会这么讲 因为我刚好很奇怪 我忘了是在 我应该在北京做了这个梦 有一天我突然梦到 我自己把我自己头拿下来 踢在手上 然后就走路 走到一条 我自己也不知道路 然后我跟我自己讲说 我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拿在手上 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梦来保护自己们 我回台湾的时候 我是带了半个货柜的书 半个货柜就是那种卡锅 说明家里还是比较有钱 可以带半货柜的书 所以这其实有一种罪恶感 那一种特权 没有没有 有一种罪恶感 就是说 所以当我在读说 这些MAX 我读这些的时候 那种阶级差异 我好像上次有跟你提过 就是说我奶猫嘛 然后她带我的时候 其实同一个时间 她也生下她的女儿 然后原本应该是 给她女儿喝的奶 看来就是喂养我 我走过那么长了 我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是走向一种更不确定 所有的这种1789年的 那时候整个的大理想 启蒙的这些东西 其实一直烟消云散嘛 那就是马克思在讲的这样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嗯对 就基本上就是 所以我是深刻体会到 再加上我自己过往 在国外有十年 然后回到台湾那个地方之后 那种隔隔不入的那种状态 就黑夜里面的 眼睛闭上去以后的是 其实对于我们是蛮需要的 嗯 我说整个这种 背得这么大的壳的这种 咳的这种姑娘来讲 是蛮需要的 嗯 很多的作家 电影人 画家 他们是以觉得定位 安居于这个地方 从这里来举取 文化创作的源头 你好像对这些来讲 你觉得 这些只是你的玩具 所以我就怀疑 我是不是清土啊 就是你不断的去改变时空 它也是一种重复嘛 可能是一种重复的 这后面很多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对您是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程度 是被厌倦所驱动的 特别容易厌倦 它可能是对深度的一种 逃离啊 我经常我也会对自己陷入 我刚刚听你讲的 蛮那个的 蛮好玩的 因为这也是 就变成一种新的猎奇 不断的在猎奇 没有 其实我真的对你这种 不安于是 以及跟国内的其他的那种 他们会觉得 植根在这个土地上 是一个觉得是一种必要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是去玩火 我还没烧 把自己烧死不错 当然你不会把手放在 停在那上面 你最多是碰到了 会烫一下 你的手就伸回来 我这种比喻我不知道 是 可是很好玩 你这种每次被烫到会痛 可是你还是要伸手去摸 对 你知道那种尺度 就是不要烫得太痛 被烫也是一种 不断的确认自我的敏感性的方法吧 更多的一种学习 在某一种程度上 我不知道 你说的很准确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跟我一样就是 一直不断的移动的人 嗯 然后都是不安于是的 一直喜欢越界 就是你不越界好像就有点不自在 对 现在这整个网络数位来讲 大家是很安于这种所谓的 surface 表面 跟skin deep 很多人会用那种东西当作一种 外表的行为 嗯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个里面有一种共通性 嗯 并不是要去追求另外一种表面 对 那可是就在这个 由于这种不确定里面呢 造成自己个人的一种解体 嗯 不断的解体 这个东西会困扰您吗 嗯 我其实比较常找的出口 我非常熟悉这种精神分析 嗯 所以我会不断的透过自我分析 嗯 自我剖析 不是哲学式的思考 嗯 其实每天都有量像一个 外科手术师 嗯 每天拿手术刀把自己化开化开这样 甚至把器官掏出来 嗯 不断的把自己打扇再重新缝起来 对啊 就重新缝补 重新的这样 我们打开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嘛 臭皮囊嘛 嗯 可是我们没有这些肮脏的 其实真的很不堪 我里面处理的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汇水回收场 嗯 对 可是我们要靠这些汇水回收场 来维持 对 来维持清洁 能维持我们生命的一种持续这样子 是不是您的这种 对于本身的浓度的渴望也特别的强 密度跟浓度 但是会不会觉得 你没有那种文化可能在不断衰落的那种感觉 我不会 嗯 消失的必要 我甚至用这样来形容 消失的必要 我很容易做梦 我很容易睡觉 而且我很容易记住梦 所以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容易做梦的人 就是说 当有这样很奇怪的特质的人 跟刚好一个极端对立的人做在一起 它可以嗅得出来的味道 嗯 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制作多情 你说的很对 就是我们 乱猜测 一部分很相似 一部分又非常之不相似 对对 就是在这 就黑夜里面的眼睛闭上去以后的 是 又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好像在拒绝黑夜那个部分 你不要啊 嗯 嗯 是可能拒绝一辈子的吗 一生吗 还是突然有一天就都变了 黑夜就自然袭来了 其实你也不想 不需要去想 其实就像刚才在渡口你在讲的 嗯 你就说你看看那么多的摩托车 嗯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嗯 就是一个渡船里面 一个交通工具 载了又很多的交通工具 然后是每一个人的交通工具 每一个人坐在他的摩托车上 嗯 等着那个渡船 从一个渡口到另外一个渡口 其实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嗯 黑夜其实也就是一个渡船 嗯 对 黑夜是渡船 其实你 一航船 一航船 就是那个谁的啊 嗯 张黛的一航船 张黛的一航船 对啊 我非常喜欢 弗洛拜的那一本情感交易 整部小说它其实是写一个被得者 环绕了三个女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追寻 所以最后其实它是一个很挫败很挫败的那个 你也不能讲他完全失败 但你也很难讲他这一辈子到底什么 嗯 但是最后结尾 他就跟他的青少年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在就是总结就是 那段时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 嗯 最有趣的 弗洛拜的 它里面所有的画文动词 全部用一种画文非常特殊的一种格式 叫做过去未完成式 也就是过去一直持续在进行 也就是它时间不是一个单向的 而是一种折取的 就是你可以 可以缠到 嗯 可以你再折取过来 直接放成叫做未完成式 可是画文的意思是 不完美 嗯 就是我们生命中总有好一些遗憾的 不完美的 未完成的 未进的 你讲的 无奈 嗯 我觉得是让人去 重新去面对消失 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你去体会 去生存的 去接受 吃进去那种消失 然后你把它转化成 你认为它没有消失 然后你希望它是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常在想 其实记忆 并不是我们去 回到过去去找 而是跟我相反的 是记忆回过来找我们 我觉得一般人都是误解 其实记忆在未来 如果是刚才说到这个三个世纪以来的这个启蒙传统 在瓦解嘛 嗯 新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 我这样讲 可能会落入一种 被人家认为有一种 太玄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在一个 类似像文力复兴到科学时代 那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 重新发现希腊嘛 嗯 那重新也是一个大航海时代 嗯 发现美洲大陆 我们现在也是重新在寻找宇宙 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项目 嗯 也是一个重新发现新大陆 比如说病毒就让我们发现了 一个灰色命体 它怎么扰动 整个生命这一种所谓的秩序 它可以干扰 改造 颠覆 是一个新的翻译者 它把你的里面体系里面的那些 编码 所有这些胡码 全部用它的语言来改造 就讲出一套我们不知道的语言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哦 因为这次疫情 所以整个全世界的国家权力 变成局度膨胀 个人自由被缩减 我们现在完全以负面在看它 对啊 看它是自由叙事的困境 可是没有想到 其实还带来另外一面的 除了黑暗之外 可能还有另外的 我们知道在英国瘟疫的时候 出现莎士比亚 瘟疫时候出了牛顿 都一样的道理 所以明后呢 我觉得一定会出现非常很多 巨大的 不管是文学作品 科学的发现 思想上面的创新 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 病毒重新给我们另外一套移码系统 这套移码系统 其实是开向未来的一些新的钥匙 我是不是又讲得太夸大了一些 真的有一些讲得太夸大了 非常好 我们有个人的生命在扯到 我们各自里面很幽幻的这些不可说的这种 我们现在不是从幽幻到了希望吗 等待那个希望吗 您作为台湾辅大毕业的人 到第一次来这什么时候 叶先生 为了叶先生 四年了 回到我的母校 他们现在好像新的校区 是铁狮子胡同 现在好像是北师大 现在改成北师大 那咱们就再走走吧 这里好像也没发 好像被关在门口一样 这贝勒府盖成十三中了 你看一眼 很漂亮 陈老师 你看很好看的中学 很漂亮 你看我们整个过程都是在门峰里看 现在在门峰里看往日 就门都锁得进去 我电影里面剪掉有一个片段 叶先生就是围围站站的一个人 在厨房 然后那整个画面是暗暗的 然后他一个人这样咕咕当 那样来吃饭 然后电视正在播放 讲那时候的男孩的那些等等的 然后旁白在讲他回不了家 就是说他在台湾的时候经常做梦 梦到他们的茶叶 回到茶叶胡同 可是每一个门都打不开 每一个窗子都打不开 想进去都进不去 这段多好啊 对啊 其实会让人家掉泪 叶先生对这无奈是什么态度 他就做一种比较搭配 比较折中的一种方式 其实有一件事叶先生 我在访问的时候也不敢问 电影里面只讲他住在大宅院 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房子 然后沦陷的时候是租给县兵 然后妈妈不在了 爸爸在大后方 他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要去收租 去的脚踏车去收租 就是没有在拍没有录音的时候 我就会提到这件事 因为那人就会说 当然会怕啊 这样子啊 可是习惯的就是那种 因为家里只有他能关门 那我说你用日文吗 那当然一天他就笑笑没有回答 他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 可是有时候对这种巨大的 像他也就这样淡淡然的 只能这样子 对啊 你说一个正义感 如果很强烈的人 面对这么一个二十世纪 他应该是非常之愤怒 后面其实可以开展出来的课题 其实是恐惧跟残酷 康德的Radical Evil 而后面其实还有那一层 我们最喜欢的班牙明 他就是没办法逃过这个恐惧 然后他选择自己 楚埃格也一样 楚埃格也是一样 Paul Ceylon Primorelli 他们虽然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可是他们维持罪恶感 我为什么要比其他人 survive下来 我为什么要成为幸存者 就这种很内在很深刻的那种 罪恶感 痛苦 其实另外一种的残酷跟恐惧 到最后 保罗车兰他要选择在巴黎跳 上那核 那已经长过几十年了 叶先生也是一个survive 整个这个也是二十世纪中一个重要的survive 也是一个幸存者 对 他这个幸存者跟策兰啊 跟这个资格这些 就是他们都是二十世纪重要的一个见证者 对对对 然后叶先生作为这样一个见证者和一个幸存者 你觉得是跟欧洲啊 或者跟别的国家包括日本啊 他们他的不一样哪里觉得 他可以掌握诗词的语言 文字那么美 那么熟练 那么精纯的 他不要跳到现代词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把语言的时间性 Temporality 跟历史性定在那个时刻 那为什么要把进入现代的这个门关上 我的解释是 此时此刻的现在 是痛苦的开始 对 他其实好像是一个更安全之所 庇护所吧 对 就跟您说那个词 男人躲到一个女性角色里面 其实也有一种自由和一种救护 他就戴着一个女性的面具 或女性的躯壳 然后他就像攻克机动队里面的那一 然后就摇摇摆摆的出来这样 然后写完了那个词 唱完了那一首词以后 下台以后面具拿掉 把那个躯壳就脱掉 但所以这里问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很key point的就是说 几千年以来大家就要谈 什么是经验 什么是超越 怎么样处理过往 你把你真的会有另外一种 除了生活上什么剧场 电影 食物 思想本身就是一些 真的是重重的这种美景在那里展开 真的是一种幸福 而且你会整天好像就是在一种抗训状态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你都有新鲜 也就是思想上的九池肉林 真的可以想象 而且那时候是好奇心最旺盛的时候那种 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各种的那种最激进的 或者最就是最想去开创一些的这样 其实就是你讲的多少没错 其实在一种思想空虚之下 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几乎就是要抛头抛脑的 非常贪婪 绝对暴死 所以我等于全心全力 其实就是 就在这一条搞思想 追求学问真理的这个路上走这样 对你是把你自己抛进去了 扔进去了 不只抛进去 我就是把我自己重新像那个挪扎一样 把我自己重新拆解掉 把我自己真的血肉骨头全拆了 然后晚上再掉眼泪 再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接回去 然后再拿一个针线慢慢缝慢慢缝 科学怪人 我自己是同时制造科学怪人的 科学家也是科学怪人 您所感觉 挺像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 回起蔡玉佩时代的北大 那个样子的 因为那些有名的大师的科 都就是像菜市场一样 你上过服科的科吗 我当然没有 挤都挤不进去 你哪里有可能啊 可是我在 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街上或路上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一大师 那即使在路上碰到 他擦身耳朵 我也不会很茂密的说 你要不要停下来 我是在巴黎的时候 身上一定有相机 可是我从来不敢逃出来 有一种很奇怪 我觉得我不要成为观光客 那样子 包括我推老师 每次我都不敢拍了 可是另外一个 我在巴黎念书的朋友 就很得意说 你看看我跟何龙巴很通信 你看看他给我回信 然后通信了两三封 他就把他当为人生自保 那说真的我心里是嗤之以鼻 也挺可爱的 例如 真的那十年内是这样 而且讲说掉眼泪真的不是假的 因为我怎么可能读得懂德西达呢 怎么读得懂手续的符号学呢 头五年是真的在那里 整天在那里就是撞山壁 然后慢慢的终于找到一条小路 但是还是一样 一天也都是花了十几个小时 上课不讲 就是你回到家里 你还是要不停地坑 不停地坑这样 可投进去当然有个先进的条件 第一个物质条件 家里可以支持我 第二个 我的精神状态可以支持我 这样 所以你也没上来过这里 没有第一次上来 真的好漂亮 那个上吊的地方 我知道就是那个 崇祯 景山 那边呢 那边西山 那边西山 香山也那边吧 对 所以前变一名的旅馆 那个旅馆 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就在那里 还在吗 在 那是国贸 那一栋楼 是吧 我老天哪 太厉害了 你这是什么 应该是过去的一个 杂货铺 应该是 哇你们的光好漂亮 是啊 历史的微光 我让他们拍一张给你 替陈老师把这个光留下来 我留下来做纪念 谢谢 看就过去吗 我看一眼啊 可以过去吗 进不去 锁上了 锁上了 好可惜啊 我这还是对那个光 真的 面念不忘 对啊 寻找那束光 不是你一生的 一生的主题吗 对啊 对啊 我一生一直就是 绕着它转 对 去巴映的时候 台湾 变得很遥远了 我们一下子 你在巴映一段时间 也正好是 台湾风气云涌的时候 基本上那时候 还是有所谓的 台湾在那代表 在那里他们办那个 所谓的台湾同学会 那么每一个月都有活动 那基本上我是拒绝参加 我就是一个孤狼的一个 这样 我觉得我来 我是要学东西的 我不是又在那里抱团聚软 这样子 没什么意义 所以久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对你会 就会注意了 所以当美丽岛 事件爆发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用一种 很辗转的方式 告诉你 有这件事 然后就试探你 你的看法如何呢 这样子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心里 我当时就放下 我就不那个这样 几天以后 这些人都当官了 走这路上 也不会认识你了 我都还是觉得 就是Hanaya Rand 的一个原则 要有批判精神 没有engagement 要有介入 要有介入 但是什么样介入 这样等等 这个是一种 所谓的生命中 不可承受的重 还是轻 其实我回台湾 这几十年来 一直到我退休 这基本是有修路 跟修炼的过程 蛮好玩的 因为他们一直质疑 因为那时候回来 对华国这些 他们都很质疑 对 而且他们是主流 主流之外 他们都质疑 就是 因为他们不懂 他完全真的看不懂 这种红颗怎么看 等一等 不可能 胡说八道 对 那条道路吸引你吗 比较明确的一条道路 我不晓得 其实我真的不敢讲 因为每个人 用每个人的选择 每个人的choice 每个人的choice 那样子 因为这两种模式 是一直是 等于说 既相似 有相似 又比较冲突的 一种被主流的声音所吸引 沉浸他们其中 另一种是 或许也不用听 这么多不同的声音 找到自己的内在的声音 对 对 往前走 就是说每个人 要成就自己 其实都是宇宙的精灵 那个思想宇宙里面 寻求各自的那种 可以去殖民 可以到那里去航行的 这样子 所以每个人都在建立自己的 寻找自己的星座 这样子